好,那我現在來介紹一下我們到時候要操作的畫面 現在這個畫面是Google Meet手機上的畫面 那你注意到的是,如果你點一下它是一個全螢幕的 但是用全螢幕的話你等一下會不太方便 所以我們不要讓它全螢幕 特別是你要看到上面這裡有一個圈圈有沒有 這是切換鏡頭的畫面 你可以看到這切換鏡頭的畫面 那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呢 其實很簡單 大家看到我們桌面上先擺了一個背景圖 就是當時給大家的背景圖 還有手機呢 我們已經開到VFOX的畫面到Mati這個介面 到時候我們只要按一下Play鍵 它就會出現數字的跳動 好,那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呢 請你看一下我的手機 那我手機你可以看到我的頭旁邊有一個背板 有一個背板 那這個背板呢,其實就是讓你們學校做自入行銷的一個畫面 你們可以擺任何跟你們學校有關相關的意象 那這個就是各校自由發揮 好,那我們到時候要做的動作是怎麼樣呢 我們現在因為我是手持的 到時候希望你們可以用個架子比較方便 不然你們拿著會手痠 所以呢,目前現在手機的畫面是在Google Meet的畫面 然後呢,面對的是我這個拍攝我這個人頭 所以我們參與會議的時候大部分的狀態都是這個狀態 那等到呢,我們要說請大家準備量測 準備展示你們量測數據的時候呢 請你把鏡頭選這個 他就會切到你的另一個鏡頭 然後我們對準剛剛整個手機跟下面的這張子 讓他呈現滿版的狀況 然後呢,這時候呢 我們會喊321量測 那就按一下Play鍵 這個按鍵按下去之後數字就出現了 那我們讓這個數字就會出在Google Meet上面 那最後呢,我們會說 當我們這些量測結束之後呢 我們就謝謝各位 各位夥伴 那請回到 請大家面對鏡頭招手 這時候呢 請你再把你的鏡頭切回前鏡頭 然後對準你 這時候我們會跟你說 謝謝你 我們招招手 大家拜拜 大家再見 那這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整個Google Meet切掉退出了 好 好,那這十個就是我們整個完整的程序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